四班12米的條件賽準備 我這一開閘的時候考奪天宮等等慢了 前面快點的馬見到來南位置有這個沙朗之寶很著意要貼欄放的 今次後面的馬還有外檔時時有機大外檔就是這個型機的 來南第四位是綠陰飛區 在後面的馬還有騎王外面大涌的 入面的馬還有這個叢林之星吉祥三寶的 尾四個位置考奪天宮尾三有賽馬精神外面密德寶 暫時電後的馬見到開邊發霉就是那隻電子精英 向著這個就是六百米段珠進發 前面放頭的馬有一隊 來南就是這個沙朗之寶 外面拍著他就是這個型機的 再落後一個身份在第三位也有一批馬 來南綠陰飛區外面時時有機 後面的一隊有外面淺藍衫從林之星 反而內檔的輕鬆一點吉祥三寶 這個時候見到考奪天宮也都上來了 在後面騎王退了下來外面上來大勇 在後一點有賽馬精神密德寶 入到最後三百多米前面沙朗之寶 先見到型機就散散的了 中間追上來很厲害 有這個就是考奪天宮 前面還有這個綠陰飛區 在後面有大勇 最後一百米 考奪天宮一中檔騎機部過了 在裡面綠陰飛區又接上來 中間位置沙朗之寶 從林之星時時有機 過了第一名考奪天宮 以及這隻就是綠陰飛區要拍照 第三名就是沙朗之寶 從林之星和時時有機都是很近的 結果這隻考奪天宮 中間一穿上來的勢就很厲害了 贏了 第二名是六一飛區 第三名是時時有機 第四名是從林之星 728 都是靠韋達贏了 六一飛區跑第二 第三這隻 有些銀分不 時時有機 從林之星 電子精英 早段好像很黏 電子精英 真是遷移短 早段騎機都不走 這樣很尷尬 大家都是在內南 一理他又不多 和考奪天宮 大家都都在裡面 但他是落後一點 過了終點還比 即是中年 兩隻就入了圍 也好 考奪天宮 沒得彈 上季比較尷尬 但一到今季 其實都已經好幾場 連場都交出好表現 現在我這樣稱法 今天就不是贏得很多 但他是夠fit 即是這一組馬 真的要很小心去稱 你計算了 六人給他也有第二 這隻刑記家的眼罩 一點都沒有幫助 不過其實 是不是這一馬本身 已經開始有點累態呢 大家又要研究這件事 不算今天走起上來 很搶口 即是這隻馬 我們記得他之前 不是試過有一層 勒氣了嗎 上了口那種 但今天走起上來 他不是因為這個眼罩 而很搶口 只不過這隻馬 沒有了那個 那麼sharp 其他就是在找路程 找場地 好像叢林之星 沙田 不是很好 回來發育高 就有一點折 你又電子精英 大勇就一場好一場不好 他都有追 他都不是好差 但是 電子精英 你看他走得好像 都是輪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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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